大家看的是在日本 它多的是制造男女联姻机会的婚活活动 不过最近在宫崎县出现了一个 专门是为农夫来量身定做的婚活 它是透过插秧还有收割等等的活动 让农夫能够展现他们的魄力 吸引女生的注意 让想婚的日本年轻农夫 也能够找到另外一半 中空的心 紧紧相连的心 这些用稻草割出来的爱心 全都是宫崎县农夫跟当地女性们 爱的杰作 谁说农夫很土很无趣 嫁给农夫的常有小姐 就特别策划了农夫夫婆的活动 要告诉城市妹妹们 农夫生活有多棒多充实 展现气魄 年轻农夫们卷起袖子 奋力隔道 男女同心协力 气氛似乎越来越棒 不同于其他一次定生死的联谊活动 农夫婚活规定参赛者 必须在不同时间 参加插秧 收割 试吃三个活动 并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 审慎考虑自己喜欢的对象 因此最后的试吃会里 大家早已选定对象 做最后的冲刺 年轻农夫们温柔体贴的模样 让参加昏火的妹妹们觉得好窩心 以后就算选择嫁到乡下务农 似乎也不是太无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